快继续 我们也讲一下 那么的GIS 我们先把命令 好像定义到 之前的这个 Core2 微博code 这里面来 就是我们之前 在创建Core2 环境的时候 我们在家中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提交记录 Gitlog 最后的提交记录 是1GIS的演示 对吧 1GIS的演示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去学习 那个MySQL和SQLize的 那块隔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到这儿来 大家不要忘掉 之前的这些 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里面 再继续 首先我们肯定要是 安装一个 Redis这个工具才行 然后-D 是开发依赖 我这个网络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问题 之前大家也知道 我本次录制 也没有换网络环境 之前没有换网络环境 所以说我还是把 这个淘宝的 一个经纪的地址 给它沾上 大家其实 根据自己的情况 你如果是能按的话 你不用摘这个东西 OK 那按完之后 我们再用我们Wizcode 打开我们的开发环境 然后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那Redis应该就 看一下 好像没有 这地方没有加入进来 搜一下 好 那我再重新按一遍吧 因为我按完之后呢 这个 Packet.dc里面 没有把Redis给加入进来 那我再重新打开一下 是不是打开了目录错了 这已经有了 大家看这已经有了 对吧 对吧 这已经有了 按说就能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里面没有给它 安装的依赖 没有加入进来 那这个问题 我们最后再解决一下 我们反正已经有了之后 我们就先可以 先看着开始用 好 大家记下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安装完了之后 这个Packet.dc里面 这上面没有 把Redis给 然后我们最后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一下 我们先就是这个来用 然后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在 这个 这里面 SS里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什么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叫做 config的一个分析夹 就是我们要连接Redis 我们肯定是要加一个连接配置 对吧 里面建一个db.js 然后db.js呢 里面 将来也会放 MySQL的一些连接配置 MySQL的连接配置 Redis的连接配置 我们都把它放在这里面来 OK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要写一些 Redis的连接配置 我们这儿 那个特别郑重的 要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接下来再写 自己新建任何的 正式的GS的Demo 我们都使用 JS-Doc的一个注视的形式 JS-Doc的注视形式呢 非常简单 那个 大家跟着我来 一块去操作 就是 你只要使用VSCode的 这个工具 你都可以打一个斜线 然后两个信号 然后一个回车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在文件的开头呢 我们一般会写上 Description 就是这个文件 是干嘛用的 这个文件呢 就是 就叫存储配置吧 接下来呢 再写一个 Also 作者是谁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啊 就是你At完之后 还有很多 但是其他的东西 都不是很重要 就对一个文件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你这个文件 到底是干嘛的 然后这个文件 到底是 作者到底是谁 对吧 然后还有人会写一个文件名 文件名照片有嘛 对吧 你不用写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直接去订一个 Lets 一个Redis 很费的 复制程 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刚才 我们上一节 那个连接的时候 也说过啊 就这个Port 我们是6379 对吧 就是在一开始 我们在这执行这个Redis Client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遍吧 好 大家看 6379是端口号 然后127.0.0.1 是我们的这个host 对吧 好 我们就退出 好 Port了6379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写一个host 等于什么呢 等于127.0.0.1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Redis的一个连接配置 然后 我们把它给它输出出来 model.xpulse OK 这里面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Redis的连接配置给它输出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连接了 做连接呢 我们在SRC下面 我们要新建一个文章家叫Catch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叫什么 叫下滑线 Redis.js 下滑线的意思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意思 它跟一般的字母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通俗约定 就是如果是你文件家里面有下滑线的话 就是表示这个文件是一个内部文件 就是给你自己用的 就不对外公开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要在Catch这个文件下面 提供一个对Redis的读取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 那什么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演示的那个 Gate和那个set怎么去操作 一个 弄的JS的一个实验形式 然后这个里面呢 建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Catch里面 我们还会在这个建一个叫Blog.js 这个JS呢 就会引用这个Redis 这个文件的一个Gate和set的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去写一些要务逻辑 但是我们现在不用 所以说我们先把那个Blog.js给它删掉 不要造成任何的干扰 OK 同理啊 规则不能忘掉 我们先把这个JS写上 然后Description等于 连接Redis的方法吧 就是get set 然后author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对吧 OK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肯定是先把这个Redis给它引用进来 就是我们AlanRedis给它引用进来 好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把之前做这个KFIG给引用进来 这是用解构的形式啊 解构复制的形式来引用进来 在这个KFIGDB.js里面 对吧 好 这个引用全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创建一个客户端 这个地方呢 是和我们之前学习那个SycleLars的时候 建的那个SycleLars.js是一样的 就创建一个客户端 好 Cast Redis Client 复制成 Redis就是引用的这个Redis啊 然后点CreateClient 那这里面呢 CreateClient呢 需要第一个参数呢 是这个Pause 就是端口号 哪有端口号呢 就是在这里面有端口号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要用的那个HOST 所以说这儿有HOST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 TinFig 点HOST 然后Conveig 点HOST 来建起来 对吧 OK 那我们这儿既然是用Pause 用HOST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写上 为什么要把它放到这个 db.js里面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 6379和这个 127.0.1 不直接把它放到这儿来 而是用这个db.js 给它写到这个地方来 两个还得做关联 挺麻烦的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我们等会解释 我们先把这边写完 RedisClient 就是它 如果它有错误 我们这儿先监听一下 Consult 点HOST Arror Redis Arror 然后把Arror给输入出来 OK 那创建客户端就完事了 创建客户端完事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定义这个Sign的方法和这个 Sign的方法就行了 好 那我们这儿呢 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 Pod和HOST 要写到配置中 要写到这个config中 而不直接写到这个地方呢 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连接的是本地的一个 Redis服务 对吧 当我们上线之后 那肯定又不能连接本地的 说不定是连接什么地方 有可能还需要密码 对吧 所以说 这儿呢 我们虽然说在本地做的时候呢 用这种方式看似翻速 但是如果是我们在线上的时候 比如说 if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Redis config给它做一个负值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地方为什么用let 不用kiss的原因 所以说如果是在线上的话 我们在Redis做一个另外一个负值 但是我们线上的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儿 先把这个本地的负值 给它放到这儿 模拟一下 就是线上的Redis配置 然后怎么判断这个 线上还是线下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变量来去判断 然后我们这个变量呢 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在创建这个环境的时候 给大家解释过 就是在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cross environment nodeenv这个东西来去定义的 比如说当nodeenv是dev的时候 就是线下 当nodeenv是production的时候 那就是线上环境 通过这个方式来去定义线上和线下 然后 那我们就怎么去获取这个nodeenv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获取的env 以及线上线下的这个配置呢 我们给它单独的写一份 所以说我们又得建一个人家 就叫uteos 大家看着是不是 这儿一个文件 那儿文件家是不是挺麻烦 对吧 uteos下面我们就建一个叫env的一个 env.js 专门来配置那个线上环境 和线下环境 其实 在所有的 先写完哈 往面边量 在所有的计算 就是编程的这个设计中 只要是合理的设计 你看似复杂的东西 都是为了更加简单 你要记住这句话 可能有点矛盾 但是 就是 你如果是能真正理解这句话 那说明 已经是一个编程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可以说是 不能说是高手吧 至少也是一个熟手 对吧 就是你看似一个 分层 很麻烦 然后这儿一块 那一块 然后这块连那块 连这块 它是为了更加把结构变得清晰 然后各司其职 然后可扩展可配置 它是为了变成这样的 这样的话 对于大系统来说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什么东西都混在一块的话 什么东西都混在一团 这样反而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如果系统 MAR变大 那就得重够 那这个就扣不住了 所以说 我们 Grammer建立的env.js 来去处理环境变量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process.env.node environment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改杂式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 这里面传来到底是dev还是production 明白吧 好 我们既然获取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model了xpulse 我们可以输出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 我们可以输出一个sdev 就是它是dev 是dev环境 就是 那怎么着呢 那就是env等于dev 就这里面传的是dev 然后它如果不是dev呢 那这话反过来嘛 那就弄个不等于 对吧 好 同理啊 A字 production 那这个地方就是写一个production not production 那这地方就是不是production OK 那我们通过这个方式的定义呢 就能很清晰的去输出 它是不是一个dev环境 是不是一个production环境 以及后面我们还会输出 是不是一个test环境 因为我后面要做单约测试 对吧 现在还没有 我们先不管它 那如果是你不从这个地方 去统一的给它管理起来 那比如说 你这儿判断它是不是现实环境的话 我们先考一下 在这里面 你如果想要判断它是现实环境的话 你得这么写 对吧 好 你得这么写 还得这样吧 OK 你看 你这么写一个 然后判断它是不是现实环境 通过它等于production 判断它是不是现实环境 那如果 这是db.js里面 对吧 那如果另外还有一个文件 判断现实环境的话 是不是还得再这么写一遍 对吧 如果还有第三个文件 要判断现实环境的话 你还得再这么写一遍 这样的话就有三处了 对吧 那如果哪天我 这个地方的production 改名字了 我叫proud了 为了简化 如果这么一改 那好了 那你这三处的这个production 这个名字都得改 这是三处 如果有三十处呢 如果你忘了改一个地方呢 如果一个地方写了个 定义了个production 和这个production没有关系 被你误改了呢 那怎么办 都有很多问题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们只在这一个地方写 我们输出的是什么呢 我们输出的是这个 isproduction 或者notproduction 或者说这个 或者说这个 我们输出的是这个 所以说 当我们这么写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所以我们不这么写了 也不这么写了 我们这么写 UTOS 怎么这么写 OK 好所以大家看 我们这么写 把这个isproduction 这个东西 放在这里面来 然后谁用到 谁就引一下 对吧 至于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怎么去定义 是不是 那个生产环境 production环境 你不用管它 反正你就引过了就行了 然后这样的定义呢 就放在这儿来 如果是这个地方 这个单词改了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再改一下 那多好 对吧 一下子就把系统中 所有的这个 关于这个 环境的判断 全部改回来 所以说这就是 所谓分模块分层 的一个好处 当然这种方式呢 我们会在课程的最后 做一个汇总 就是我们课程介绍 都说了这个 ROSGS的最佳实践 就是我们应该做 每些事情 让这个系统中 变得更好 我们都在最后 会做一个汇总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先想到什么地方 就说什么地方 说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做一个会友 然后大家就能 更清楚的明白 OK 那讲了半天呢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只是讲了几句话而已 就很多事情都是需要 我们先暂停一下脚步 需要把这个事情 说明白的 不要赶工 我们慢慢来 反正就说到一点呢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给说 然后让你 找到一个真正的提升 不是为了把这个事情 接毛两否则做出来 好 好 感谢观看